同学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就由我来给大家带来我们的第一个 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开发的第一个 我们这个项目开发的一个课程 我们这个项目的标题 叫做基于蓝牙的车载信息采集 及安全报警系统的一个开发 因此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开发 就是基于蓝牙通信的一个开发 并且在这个蓝牙通信里面 在我们整个项目里面 还有一些传感器的一些内容 这个传感器主要就是运动传感器 运动传感器 以及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这两个传感器 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个硬件条件有限 主要我们手上就一个开发板 因此我们可以用的传感器就是这两个 实际上大家在以后真正的项目中 可能会接触到更多的一些传感器 并且我们通过这个传感器采集到信息以后 要对这些一些异常的信息 要进行一个报警 这个报警本身 就会通过我们这个物联网的感知端 进行报警 它也会把这些信息上传给手机 让手机的APP进行一个报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要学习我们这个第一个项目课程 需要哪些基础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需要哪些基础 首先要求每个同学们有C元的基础 并且有一些嵌入C元编程的基础 因此最好大家能把前面我们这个裸机 开发这些小实验都能看完 并且把实验给做完 并且最早前导课程的C元要有学习 要有了解 好,第二个技能就是要求大家能够看懂原理图 这个也是我之前在给大家讲我们这个Colix M系列 从零基础的那个课程的时候 也会教大家如何去看原理图 第三个就是对我们这个电路接口的理论有一定的基础 这个也是要求大家去学习我们这个Colix M系列 这个零基础的一个课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要完成 我们这个项目开发需要哪些资料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芯片以及模块的一些资料 就包括我们的主芯片 我们主芯片还是用我们的开发板上的主芯片 也就是我们这个STM32F407这个片子 还有我们要用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它的型号是DHT11 以及我们这个六轴的运动传感器MPO6050 最后我们要给大家新讲一个模块 也就是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这个蓝牙模块实际上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串口和我们的开发板 通过这个串口相连 然后我们怎么去操作这个蓝牙模块呢 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AT指令 去和蓝牙模块进行一个通信 进行一个协议上的一个通信 通过这个AT指令来实现的 因此我们这里面呢 就不需要去学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蓝牙的这个内部的一个协议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还需要有我们这个开发板的一个原理图 好我们需要参考的资料呢 主要就是这些 如果后续我们再讲到我们的课程还需要哪些资料的时候呢 我会提前跟大家讲 好我们来看一下通过我们这个项目课程的学习呢 大家主要就能够掌握到如下的一些知识和技能 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个我们这个项目课程的了解一个完整的物联网感知端的一个开发的一个流程 因为可能大家很多都是没有从事过这个物联网感知端项目的这个开发的工作 因此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一个物联网感知端的一个产品 比如一个手环或者是一个智能手表或者是一个智能眼镜 它具体它是怎么开发出来的 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就会有 我们会讲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把整个开发流程呢 都比较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会学会使用我们这个蓝牙模块 会学会我们通过这个AT指令对我们这个蓝牙模块进行一些操作 第三个呢就是大家通过这个课程能够学会如何去自定义 我们这个物联网感知端和手机端的一个蓝牙协议 这个蓝牙协议的这个应用实际上是非常的广泛的 大家的智能手表 大家看到的智能手表还有些智能手环 以及很多很多的可穿戴式设备 凡是蓝牙接口的 那么都会有这个蓝牙协议 并且不同的产品呢这个蓝牙协议是不一样的 第四点呢是能够进一步学习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的一个应用 并且呢会教大家我们如何去解算我们这个数据 并且如何去应用这些数据 因为之前我们的裸机课程给大家讲了 我们如何去读取我们这个运动传感器MP6050的数据 但是对这个数据的一个具体的应用没有讲解 然后在这里面呢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如何来用这个数据 好然后呢我们也会了解一些我们这个物链网杆子端硬件的一个设计开发的流程 大家注意对这个硬件呢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偏迁数软件的一个设计 因此这个硬件呢大家了解就好 这样便于大家如果以后需要成为项目负责人的时候呢 对整个项目的一个流程呢会有所把控 好最后呢我们会进一步学习我们这个物链网杆子端 软件模块化的一个编程以及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些编程技巧 这是通过我们这个课程呢大家能够学到的这些知识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课程呢实际上对大家以后的求职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啊 大家可以去一些著名的一些招聘网站去搜一下我们这个蓝牙 我们这个蓝牙工程师的要求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或者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蓝牙产品设计师的一些要求 实际上对这方面的这个职位的需求呢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过我们这个课程的学习呢 大家首先会对整个项目的一个流程会有所了解 然后对这个蓝牙开发这个一个流程以及它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呢 也会学到一些东西 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课程的第一个阶段的一个学习 大家注意我们这个课程呢分成了三个阶段 而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以及给大家介绍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开发流程 第二个阶段呢我们会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关键技术点 以及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可能同学们会觉得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以及我觉得是一些重点的地方专门提出来给大家先进行一个讲解 最后呢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会在讲了我们这个重难点以后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设计 以及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实现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通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项目的学习以后呢 能自主的就自己动手开发一款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基于蓝牙的一个信息采集系统 并且呢它还带一些安全警报的一些控制 这个不一定说是一个车载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想想比如说一些智能家居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一些环境监测的一些东西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也可以去按自己的思路去做开发 但是整个只要是基于蓝牙的这些东西呢 它这个开发流程呢都是这样的